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祝福也将前往拜访林又昌部长 争取基隆升格成为直辖市 针对前基隆市长林又昌接任内政部长 市长谢国良表示 除了给予满满的祝福之外 也将拜会林又昌部长 争取基隆成为直辖市 之前就有耳闻可能会掌管内政部 那我个人觉得非常开心 先恭喜林又昌林市长 能够接任内政部的部长 对于基隆而言 我觉得我曾经在第一个市政会议就提出过 希望基隆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个议题包括林部长 在林市长任内都也曾经积极推动过 反正无论如何就是要让基隆市民 跟北北桃的市民一样拥有直辖市的待遇 就这一点我想我非常期待去拜访林又昌林部长 跟大家共同一起来讨论 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案 我觉得基隆市民都很乐意能够想要了解 未来如何能够有效的升格成直辖市 并且透过财政收支划分的方式 让基隆取得更多的预算跟分配 所以这一点未来一方面恭喜林又昌林部长 一方面未来我会择棋去拜访他 期待能够有一个有效而公开的讨论 可以帮基隆市升格成为直辖市 前后任的基隆市长都希望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这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也希望这样的环境跟条件下 基隆能够美梦成真 争取到更多资源 为基隆市民争取更多福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年后开工基隆市政府举行新春团拜 也是基隆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的第一次新春团拜 谢国良除了跟市政府同仁互道恭喜之外 也将带领市府团队以同理心 为市民来打造温暖有爱的基隆 年后开工上班 基隆市政府在四楼礼堂举行新春团拜 市长谢国良协同副市长邱佩玲 向市府同仁互道恭喜 副议长杨秀玉与多位市议员 等贵宾也到场参与新春团拜活动 大家彼此互道新年祝福 恭喜恭喜 新鲜快乐 新鲜团拜后 市长谢国良与副市长邱佩玲 也在门口两侧 一一发送新鲜红包给市府同仁 现场充满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 这是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的第一个新春团拜 除了祝福市府同仁新年快乐 他也期许将带领市府团队 以同理心来打造一个温暖有爱的基隆 首先先感谢锦销同仁在过年期间非常的忙碌 那也在继续执行他们的工作 另外我也期免跟我的市府同仁 未来在新的一年要做有感的施政 要让大家觉得基隆市是温暖有善的一个环境跟地方 那我刚刚有提到的几个重要的政策 包括行人友善 干净家园 这些都是基隆市应该基本上就要必备的一个城市环境 另外我们也努力的积极在推动招商 跟引进更多的产业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重点的工作之一 那我们都会积极的进行 那我勉励同仁大家都积极的认识 然后跟我们一起讨论 共同形成决策 然后来执行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们政府想为大家积极做事 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另外各居住的业务 也感谢大家在工作岗位上面 继续的努力来推动 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跟国粮一起来讨论协商的 我的办公室随时为大家而开 一起跟大家来共商解决 谢管梁市长也祝福所有的市民朋友新年快乐 他将带领市府团队好好为基隆来打拼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 睽違三年中段举办的基隆市议会新春团拜 今兔年再度举行 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 陪同基隆市议员们 期许新的一年市议会和市政府合作 让市政更好 也祝福市民好朋友 红兔大展一展所藏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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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市民好朋友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 一起陪同基隆市议会各党派市议员们 以及出席的包括市政府官员等贵宾们 除了呼道恭喜 也向所有基隆市民好朋友拜年 议长佟子委期许新的一年 和市政府共同合作 让市政更好 非常崭新的新气象 我想政治是一种志愿 我们必须实施热情跟判断力 然后来努力一起来为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政打拼 我想基隆市议会跟基隆市政府 未来在崭新的一年 以及未来这一届都会来努力的合作 让我们的市政可以更好 那我想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跟照顾我们所有的议员 也在这边跟大家说恭喜 感谢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的支持 让我们有机会来为市民继续来服务 那我们希望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的市政可以持续的往前进 未来的四年 基隆市台湾头会成为台湾的骄傲 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副议长杨秀玉也祝福市民好朋友 红兔大展一展所长 在这里简单二要 在新的一年里 祝福我们所谓的这个 现场的好朋友 议会的贵宾 在新的一年里 红兔大展一展所长 谢谢大家 谢谢 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亲自带领市政府团队 一起来参加基隆市议会的新春团拜 同时期许在议会监督下 和议会携手合作 好好做出对市民朋友有帮助的施政 期待未来可以跟议会携手合作 接受议会的监督 好好的做对于市民朋友有帮助的施政 国良在这边会用努力跟谦卑的心情 来听从议会对我们的一个监督跟指导 那我们也会重视议员给我们的意见 那我们会好好努力 做出一些成绩 跟议员一起对市民朋友交代 在这边祝大家新的一年 心想事成事实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 副市长邱佩玲则是希望在市议会合作下 让基隆变成一个有爱更好的城市 第一次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非常荣幸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为基隆市府一起努力 让基隆市民骄傲 我们会在市议会的合作之下 让基隆变成一个有爱更好的城市 再次跟每一个人说新年快乐 谢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谢谢 新年快乐 谢谢 随后由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市议员们分别发送十元红包 给与会的来宾们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一切顺心如意 新年快乐 祝年行大力 新年快乐 祝年行大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从委托行的开春餐车市集到基隆市议会新春团拜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总是特地创造机会 邀请年轻老板的餐车美食或是外汇到现场 呈现不一样的创意美食料理 也让大家看到年轻老板们创意打拼的成果 从委托行开春餐车市集的香烤干贝 香肠蛋饼 摇烤披萨等创意美食餐车 吸引满满的人潮到委托行同乐 到基隆市议会新春团拜 同样首次邀请创意摇烤披萨餐车参加 团拜的点心美食更是邀请由基隆在地知名面包店 第二代年轻老板展现创意外汇料理 虽然是外汇却用摆设和美食甜点 营造出不一样的精致优雅外汇气氛 满足色香味俱全让人食指大动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总是特地创造机会 邀请各方年轻老板的餐车美食 或是外汇到现场呈现不一样的创意美食料理 鼓励年轻人回乡打拼 也让大家看到年轻老板们努力创意打拼的成果 那我们从2017年开始 透过一群青年朋友 大家一起来做地方创生振兴委托行 振兴委托行我想不是口号 我们这么多年来陆陆续续的培养了非常多年轻人 在地创生创业 也非常成功的开发出非常多的新的产品 那委托行过去是老基隆人的记忆 也是曾经基隆人的这个风华岁月 那我们重新再翻转它 透过这样子的模式 让我们的街区再造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投入 我们委托行的这些创生创业 也希望让我们的商圈可以更繁荣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你没有来过委托行 就代表你不了解基隆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一起投入我们的地方创生 像是摇烤披萨老板原本从事科技业 因为喜爱摇烤披萨 因此改行投入摇烤披萨餐车 那是一个 那为什么后来要转站这个 那我喜欢吃披萨 通知委强调 不管是美食或是其他工作 给年轻人机会展现各方面创业努力成果 就是给国家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暖暖区某社区29号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有四名小朋友跟一位大人送医 市长谢国良立刻在30号下午赶往三种基隆分院探视 关怀慰问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在得知意外状况 会同消防局长陈龙辉 暖暖区长蔡春棠 及社会处副处长洛文章等人赶往医院探视 小爱爸爸谢国良看到五人经过高压氧治疗后 都已经脱离险境 松了一口气 送上慰问金跟玩具和衣服 并关怀后续的状况 还好 呼吸到现在的空气就比较有危险 市长谢国良一方面来关心 另一方面要呼吁市民使用传统热水器 一定要注意通风的状况 那冬天到了我想这一次能够及时的发现 并且送医救治 我觉得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在这边也特别谢谢消防局的同仁 在这件事情的救护上面有效率 而且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救治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三种这边 对于孩子这边有细心关心 还给他们高压氧的治疗 也谢谢我们暖暖区公所 那现在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对于这种传统的热水器的这种处理 一定要符合安全的标准 那像我们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一件 它是热水器是RF型的 那RF型就是副外型的 可是它虽然是装在他们家里面的阳台 但是因为它这个阳台另外有做了这个门窗 虽然门窗也有打开来 但是因为也有非常多的亮卦的衣物 所以在长久时间 那个小朋友洗澡 或是大人洗澡 时间久了以后呢 它里面的一氧化碳 还是会陆陆续续的会蓄积起来 那因为屋外型的它是装在屋外 但是因为它没有强制排气管 所以这些一氧化碳泄漏出来以后呢 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排气管 把它排泄到外面 据了解消防局与暖暖区公所 将协助这一户改装具有 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 避免再度发生意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市爱三路人二路口 人行地下道漏水引发民怨 市政府公务处一早前往找出漏水点 基隆市长谢国梁副市长邱佩玲 会同公务处长陈耀川到现场会刊 除了指示公务处解决漏水问题之外 当场指示一同视察的副市长邱佩玲 恰循企业任养提升地下道的通行品质 人行地下道漏水严重 市府公务处开工后 一大早就前往抓漏 由于管道间积水长达40公分 公务处紧急抽水 发现上方水沟有漏水点 而漏水点还不止一处 公务处设法排除管道间的积水 减缓滴落地下道的水 但实际漏水点还要再查明 金融市长谢国梁副市长邱佩玲 在公务处长陈耀川的陪同下 前往地下道勘查 华一市管路实质的结构出现问题 当场要求公务处检修相关管路 不能够再漏水 这两天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地下道的这个渗水案 那由于这个地下道的修复的工程 是去年四月份到五月份陆续验收完成的 那所以我觉得验收的时间跟现在发生的时间 时间上并没有差得那么久 还算是蛮接近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旧有的施工单位能够提出说明 说为什么才施工完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漏水的情形 那这个只是对于工程跟厂商需要了解他们问题的一部分 那我们因为不管厂商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总是要立即来解决 所以我已经请我们公务处陈耀川处长 可能要针对于现在漏水的部分 跟如何做一些紧急的抢修 不管是找包商或者重新规划 我们希望在一定的时间内就能够尽快的完成 那在完成前也希望这个公务处这边协助整理一下 因为这样水一直滴 对于行人来说也会有一些很不舒适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针对工程的部分 我们认为就是说据我的了解 它就是可能去年的这个工程 只是针对于外观 并没有针对路线管路 真正里面这样实质结构面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可能就是外表弄得还不错 可是里面可能结构还是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会请公务处提出一些完整的解决之道 那因为管道间已经零久失修 已经有破裂的情形 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去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积水积满生的 那我们会找到说就是它那个渗水的地方 我们先把水先堵住之后 再抽水抽干净之后 才能确定那个管道间它能破水的行星 由于地下道每天往来的行人很多 通道内有很多的陈设空间 市长谢国良提出了企业任养构想 当场请副市长邱佩玲进行了解 未来将提升地下道的通行品质 在修复后的一些内容的补强 因为大家都可以经过 我们就看得到有很多陈列的空间 以及未来的一些养护跟任养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请邱佩玲副市长 找寻一些企业能够协助一些相关的任养 因为一方面他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空间 陈列出他们的一些侧位形象 企业形象跟责任 也可以有个机会去展示一下 他们的企业形象 那一方面我觉得对行经过这边的路人 也可以有比较好的行走的一个品质 这样子跟一个空间的一个空间感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请公务处 尽快协助来完成这个部分的修复 施工才一年的地下道 因为漏水严重引发民怨 也影响到行人通行 市长谢国良要求公务处 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所有的漏水点 尽快修复完成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对于轮行地下道出现漏水情形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职位 也特地到现场了解 要求市政府尽快找出漏水点 避免类似情形再发生 地下道天花板严重漏水 施工人员将塑胶板移除 大量水立即宣泄而下 春节期间 爱山路及人二路口 人行地下道天花板严重漏水 因为假期找不到工人 市政府紧急在两处的漏水点 安装塑胶板引流到地面撤沟 避免低到行人 30号开工一大早 公务处长陈耀川亲自带队 前往地下道查看漏水点 公务处科长廖俊玉 更是爬上天花板找出漏水原因 过年期间对是发现说 他持续这个状况是很严重 但是因为怕说会影响到行人的通行 所以我们暂时是用 那个紧急方式是把水 尽量把它倒到墙边去做处理 那过完年后开工第一天 我们就进行整个开板去查原因这样 自带水公司人员也到场 采取水质样本 要检测是否是自带水管线漏水 靖洞市议长同志委一大早前往视察 要求公务处尽快找出原因修复 循环站的地下道 是我们两年前 习例跟市政府争取的这个预算 来做改善 因为这边是一个交通要道 也是我们观光旅客 还有我们整个市中心的一个运输 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点 让我们升级一个非常漂亮的地下道 那在过年期间呢 发现严重的漏水 那今天开工第一天 主委就在来看 那我也 这个我想公务处的这些 科长还有新杰队的这些人员 都在这边努力的查询原因当中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不能插车打 那我们的步行城市的愿景 也正在明律中 那我想希望公务处 可以尽快查明原因 让我们的民众知道什么状况 过年前其实在我们中医路 其实也发生出这个 突然间漏水的状况 那有各种状况 那公务处现在在测试说 到底水源的来源在哪里 到底是自来水 还是台电的管沟 还是等等的原因 有造成漏水的可能性 所以情况尽快查明 能让我们市民 有一个安全 舒适的要道 底下有一条截水沟 那截水沟也破了 所以漏出来的水 透过截水沟 破掉截水沟 然后流到整个的顶板 然后造成这个 目前水量很大的时候 那目前上面的水 都是全部都激着 那我们现在先把水 抽下来 抽干之后 人再上去处理 那些该修复的东西 经过现场查看 找出的漏水点 是在管线和墙壁的接缝处 至于是否排水管 或是给水管漏水 恐怕需要再进一步查明 而公务处强调 漏水点只有两处 不会影响到地下道的结构安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一名70岁驾驶过年期间到基隆东岸广场 却误看右转标志 冲下建筑物里的行人阶梯滑下 差一点就要撞进商场里面 画面惊悚 幸好无人伤亡 小胶车打方向灯 从大马路往右转 开起来不是很流畅 再往前开一点 突然碰一声下楼梯 当场卡住 从另一个角度看 更惊悚 红色胶车瞬间冲下好几层楼梯 车主赶紧下车查看 没想到车子又往前滑 撞上铁卷门 回到事发现场 阶梯地砖已经破裂 拉起了封锁线 意外现场就在东岸广场 现场已经摆起了交通追警室 27号早上7点多 70岁的理性驾驶 开着小客车 竟然直接穿越人行道 误闯楼梯 差一点就直冲商场 因为正常 你一看就到这边百货公司了 把停车场入口标示拿来比一比 标示相当清楚 还有剩余的车位显示 至于误闯地方 只有东岸停车场的logo 而两个地方位置就距离不到50公尺 驾驶只要再转一个弯道 就能找到停车场入口 27日上午70时 有外地游客来基隆游玩 因不熟悉路况 见地面有右转标志 误以为停车场入口 便直接驶入商场内 索性未造成任何伤亡 警方呼吁用路人 春节期间外出旅游 应注意行车安全 人生低不熟 加上大清早 没清醒意外就发生了 驾驶闯祸之后 自己找人把车拖起来 提醒要到基隆游玩的游客 下次找东汉停车场 记得先找大门口标示 还有车位的显示 以免再搞乌龙 记者黄绍铭记用报道 安乐区基金一路发生一起惊险车祸 60多岁理性男子驾驶休旅车 从基金公路往基隆市区方向行驶 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向左自撞分隔岛 直到撞上公车后车停后才停下 索性理性驾驶只有受到轻伤意识清楚 银色轿车整个180度侧翻 卡在公车遮雨棚 当场撞出一个大洞 右车车头整个撞毁 轮胎避震器全都喷飞 究竟怎么撞会变成这副模样 监视器还原事发经过 这辆车当时其实穿越中央分隔岛 从对象车道飞了过来 还颇及一辆轿车 造成引擎盖受损 事发地点在基隆市基金一路208巷口附近 中央分隔岛上留下插撞痕迹 车壳四站多样的汽车零件散落四处 路标指示牌被撞倒 牌面扭曲变形 就连一旁路数都难逃一劫 树皮被削去一尘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一台车辆翻覆侧翻 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 受捆在驾驶座里面 我们用军用刀具 将挡风玻璃切割 切割之后 然后顺利的将受捆的老司机 老伯伯 让他脱困出来 我们现在要出一线泡沫 然后因为有漏油的状况 让我们预防性的覆盖 消防员到场 现场一片狼藉 索性有遮宇棚挡住 后称民众才没有遭到波及 上午时时三十分许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 称基金一路214号前 有交通事故 经查驾驶为理性驾驶 疑似因操作不慎 翻覆至对象车道 造成一线道封闭 远景于现场疏导交通 并排除事故车辆 驾驶轻伤 送医后检查无大碍 酒色值为零 详细事故原因 尚待调查 受困的理性驾驶 消防员出动破坏器材 才将它救出 只是为何会突然失控 治状分额岛 警方还要在调查厘清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只要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想到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猜的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 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 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 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个无料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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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终于可以记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家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配动终结者 中家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你有一个从小住到大的家 你想跟孩子们保留这温馨的回忆 但你知道这个房子该做补强了吗 民国88年以前 因法规标准较低 因此房屋耐震能力较弱 尤其是棋楼挑空 顶楼有家盖等 不重脚轻的房子 地震来时可能造成底层破坏 内震部营建署提供 私有建筑物耐震阶段性补强 最高补助220万元 补强做得好 地震少烦恼 好像打开开关一样 大幅进步 可以清楚诊断每个同学的需求 教育AI 英才网 开启台湾数位学习的契机 见证一段全新的师生关系 分享快乐与自信的秘诀 英才师教 英才网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打牛干一面 嘿 不要跑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你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排阶堂哦 赶紧 不过